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阿南德曝光天大喜讯,台湾土地公显灵 六,大生肖注意了,2024,下半年发大财 每到一年之岁,世人都翘首以盼 期待住自己的生肖年,能否迎来高光时刻 对鼠牛、虎龙猴和生肖蛇的生肖来说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两年 进入下半年后,这五大生肖的事业运程全面打开 处处迎来发展良机,只要把握时机 全力以赴,定能在职场上涌攀高峰 第一位生肖鼠,在2024,下半年中 生肖鼠人找到,另一半的几率是很高的 单身的鼠鼠人可以说,在这一年里面 多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以提高自己遇到 优秀异性的机会 对于已经恋爱的鼠人来说,可以和伴侣相处愉悦 两个人能顺利走进婚姻的殿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鼠人今年,虽然可以找到自己的良缘 遇到很出色的异性,但是还是不要盲目 做出一些决定,需要多加考量 多给彼此一点相处的空间和时间 来判断这段感情的最终走向 不要操之过急 生肖鼠在2024下半年里 收获最大的是自己的事业 在工作上能够迎来天大的喜事 因为在这一年中鼠人 将会受到极星八作的影响 这将会对他们的事业 有助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了该极星的助力之后 鼠人在事业上 将会有助突飞猛进的成效 所以要抓住事业上的机会 在2024年中贵人的出现 也会给鼠人的事业 带来更多的指点 帮助他们脱离当下的困境 由于这一年的事业运 呈现上升的趋势 因此鼠人可以将心思 都专注于事业上面 这样就更容易 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努力 获得领导的信任和赏识 生肖鼠在2024年的时候 千万不要独自一人 跑到荒郊野外的地方去 很有可能会因此发生一些意外 在这下半年中 健康事属鼠人 最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平时也要加强身体上面的锻炼 除此之外 鼠人虽然在事业上 会有助好的发展 但是千万不要轻易跳槽 否则会让自己 陷入迷茫和不安 从而影响事业运 第二位 生肖鼠下半年的整体运势 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个人命盘 幸运周期等 根据生肖鼠的一般特征 生肖鼠的人通常具有勇敢 坚定 积极的个性 他们勇于追求目标 富有自信和决心 这些特点可能为他们 带来一定的运势和机遇 下半年对于生肖鼠来说 事业和财运可能会有所波动 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但也会有机会 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并取得一些成就 财运方面要注意理财和投资 保持谨慎态度 下半年生肖鼠在人际关系上 也可能会表现出色 能够与人建立起 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人脉关系 但也会有起伏 可能会遇到一些争吵和冲突 需要保持冷静 和理智的处理方式 积极主动地与他人 进行沟通和解决问题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下半年对于健康状况来说 生肖鼠需要注意调节和平衡 要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 保持适度的运动 和良好的饮食习惯 如果有不适或疲劳感 及时寻求医疗建议 下半年的感情生活 对于生肖鼠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和挑战 可能会面临一些情感纠葛或争吵 需要保持沟通和理解 要积极维系感情 处理好与伴侣或家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位生肖牛属牛的人 在2024年下半年的运势 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时间段 从整体上看 由于土元素 与金牛座的稳定性格相符 这一年你的事业 和财务状况都会相当平稳 只要你不盲目冒进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工作方面 你的工作表现 会因稳定而受到赞赏 虽然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但你的努力和稳定的工作态度 会让你的上级对你印象深刻 然而 由于土元素的影响 你可能会感到压力增大 这需要你调整自己的心态 保持冷静 在感情方面 属牛的人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 由于土元素的影响 你可能会感到 对伴侣的控制欲望增强 这可能会导致关系紧张 但是通过沟通和理解 你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有所改善 对于单身的属牛的人来说 这段时期也是寻找 心恋情的好时机 财运方面 属牛的人在下半年 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虽然不会有大富大贵 但稳定的收入来源 和额外的兼职工作 可能会使你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 然而 由于土元素的影响 你可能会感到 对金钱的渴望增强 这可能会导致你做出一些 不理智的投资决策 因此 你需要保持冷静 避免因贪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健康方面 属牛的人在下半年需要注意 消化系统和心脏的健康 由于土元素的影响 你可能会感到身体上的不适 这需要你定期进行体检 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同时 由于情绪上的压力和紧张 可能导致睡眠品质下降 因此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位生肖龙的小伙伴们 在这个夏天财运真是特别好 横扫千军 投资理财 事业发展应接不暇 钞票的味道估计会成为你们 最熟悉的气息之一 当然 钱财滚滚来 可千万别忽略了健康 生肖龙的小伙伴们 虽然你们一向精力充沛 但也别掉以轻心 要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得保重 适合选择一些 健康的生活方式 比如多参加户外活动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这样才能让财富之外的好运 继续发酵 感情方面 生肖龙的小伙伴们 最近可是桃花朵朵开 单身的朋友们准备迎接 一波又一波的追求者吧 恋爱中的小情侣们 更是要好好经营感情 享受两人世界 不过记住 相互理解和包容 可是感情长久的秘诀哦 除了这些 工作上的机会也将分治塌来 生肖龙的小伙伴们 在职场上可是如鱼得水 遇到的问题 也都能游刃有余地解决 不要犹豫 大胆迎接挑战吧 说不定今年就是你们 职业生涯飞黄腾达的一年呢 当然运势再好 也得靠自己的努力 生肖龙的小伙伴们 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不要被眼前的小困扰击倒 顺境时要谨记谦虚谨慎 逆境时要保持乐观向前的心态 这样即便遇到风浪 也能稳稳地驶向成功的彼岸 第五位 生肖猴首先 生肖猴在这个财神庇佑的时间 职场如鱼得水 顺风顺水 猴子灵活聪慧 机智过人 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 展现出超凡的智慧 在这样一个 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生肖猴们更是得心应手 事业蒸蒸日上 他们抓住机会 用攀高峰 展翅飞翔在事业的蓝天上 财神眷顾 让猴年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实 每一次决策都更加明智 在激烈的竞争中 生肖猴们以出色的表现 和高超的能力脱颖而出 成为职场上的佼佼者 他们的事业之路 如同财神的光辉之路 充满住辉煌和荣耀 当然 在财神的庇佑下 生肖猴们的财运 也是如日中天 好运连连 猴年是一个财富滚滚的时刻 而生肖猴们更是如鱼得水 财源滚滚而来 无论是投资理财 还是做生意创业 生肖猴们都能够评级 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果断的决策 收获满满的金银财宝 他们的财运如同滔滔江水 源源不断 让他们在物质生活上 静享富足 在下半年 生肖猴们迎来了 事业和财富的双丰收 他们的职场之路 如同财神的嫁连 顺风顺水 一帆风顺 财运亨通 让他们 在金钱的世界里 轻松驰骋 收获满满 好运连连 不仅体现在 事业的蒸蒸日上 更体现在人际关系的深厚和谐 生肖猴们 如同财神的得力助手 以他们独特的智慧 和灵活的身手 在这个猴年中 创造了一个个的奇迹 最后一位生肖蛇的朋友们 在这下半年里 你们将告别过去的低迷运势 迎来财运的新篇章 评级助贵人扶持和自己的努力 财运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 投资 创业等领域 都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事业蒸蒸日上 职位晋升有望 职场道路越走越顺 收入水准不断提高 生活水准相应提升 家庭和睦 亲人间的陪伴与关爱 成为生活中最温暖的阳光 此时 财神也格外关照 财运亨通 生意场上如鱼得水 财富积累迅速 事业上一路高歌猛进 职场竞争力得到提升 有望机身行业佼佼者 收入方面水涨船高 令人艳羡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亲人间的关爱与支持 成为你们前行的动力 请注意 以上只是一些一般性的描述 不代表所有生肖的情况 每个人的运势都有差异 还需要结合个人的命盘 和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预测 总之 在这段时间的财运照耀下 这六个生肖的朋友们 将运势亨通 财运双收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源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就在今天 这六生肖要转运发财了 财运党都挡不住 特别是第二名 一定要去买彩票 一起来听 每个人 都期待住好运的到来 尤其是在财运领域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能够获得长久的财富 和幸福的生活 然而命运往往是多变的 会给人们带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和转机 那么是哪六 各宏运当头 财运飙升 横财大奖不断 生活幸福美满的生肖呢 第六名 生肖牛 属牛的人将迎来 宏运当头的好时机 属牛的人天生聪明机智 善于抓住机遇和创造财富 很多人的财运都比较旺盛 而作为属牛的人 运势更是远超一般人 属牛的人往往拥有 独特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直觉 他们能够在众多机会中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那一个 然后抓住他 并且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将其转化为金钱 许多企业和雇主 也会看重属牛的人的才能 和能力 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福利 这也为他们 创造了财富的机遇 因此属牛的人 在今天不仅财运飙升 还能够获得更多的横财大奖 生活也将更加幸福美满 第五名 生肖龙属龙的人 机智灵活 善于变通 具备很强的商业头脑 和创业能力 他们勤奋努力 不怕吃苦 善于发现商机和创造财富 属龙的人 正好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充分发挥出来 参与其中 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 无论是参与商业活动 还是投资股市 属龙的人都能够运筹帷幄 抓住机会 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因此属龙的人 在今天不仅财运红货 还能够获得丰厚的横财大奖 生活也将更加幸福美满 第四名 生肖猪属猪的人诚实守信 勇往直前 具备坚实的财富基础 和稳定的收入来源 他们勤奋工作 踏实稳健 不怕吃苦 善于积累和管理财富 由于很多人都在享受假期 而属猪的人在这个时候 通常会选择继续努力工作 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们在事业上的稳定 和财富的积累 往往会得到 更多人的肯定和赏识 也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横财机会 因此属猪的人 在今天不仅财运红货 还能够获得丰厚的横财大奖 生活也将更加幸福美满 第三名 生肖羊在2024年 属羊的人 将会有非常不错的运势 只要你们专心致志地工作 并妥善处理之前留下的事物 领导会对你们产生信任 将重要的专案和工作 交给你们完成 如果你们能够 顺利完成这些任务 领导将给予更多肯定 并可能带来升职加薪的惊喜 2024年 属羊的人在财富运方面 虽然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但整体来说仍然相对不错 属羊人在今天财富运非常亨通 有机会获得意外之财 属羊人可以考虑投资理财 或者参与一些风险较小的投资专案 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你有机会通过工作和投资 获得可观的收益 此外 你还可以依靠人脉资源 来扩大财富管道 然而 在控制开支方面 你需要保持严格的自律 避免过度消费 2024年是属羊人 充满活力的一年 尤其在龙年的到来下 他们迎来了新的发展起点 属羊人应该抓住机会 发挥自身的潜力 争取更多的成功 只要付出努力 他们就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 在职场上 属羊人能够利用龙年的机遇 展现自己的能力 发挥潜力 实现更多的成就 他们应该抓住 龙年带来的机遇 与上级和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 从而在职场中脱颖而出 取得职业上的成功 属羊人有能力 在工作中表现出色 并赢得更多的认可和机遇 属羊人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在2024年龙年中 追求自己的目标 并勇敢面对各种挑战 只要积极努力 属羊人一定能够 实现自己的理想 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2024年对属羊人的 感情运势非常不错 他们有望迎来 幸福而圆满的结局 单身的属羊人 会有优质的异性出现 并展开一段美好的恋情 轻松地走出单身状态 已婚的属羊人 在这一年里 将体验到 家庭生活的幸福和美满 尽管偶尔会有矛盾出现 但问题 不会升级到严重的程度 很快就会得到明确的解决 家庭氛围轻松和谐 属羊人从家人身上 获得不断的温暖和能量 在遇到问题时 也能得到指导性的建议 第二名生肖属属的人 在今天的财富运非常旺盛 整体运势提升速度也会很快 你们有机会获得 不错的专案和利益 但务必注意多次检查专案 以避免错误 只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事情 你们将会迎来不断的惊喜 这一年的收获 将会改变你们的人生 对于属人的偏财富运有望增加 特别是在博彩和小型投资方面 可能会看到收益的增长 然而由于冲动和好强的性格 个人开支也会明显增加 储蓄余额 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此整体上收支平衡 在财务管理方面 需要关注房地产市场 及时把握时机进行买卖 同时也要加强 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避免频繁购买奢侈品 属人的精力旺盛 事业心愈发强烈 行业市场也在迅速发展 这是一个适合开拓新市场 扩展业务领域的一年 即使偶尔受到不顺的影响 工作效率可能会有所降低 但属人不会气馁 依然充满动力 坚持一步步稳扎稳打 追求自己的目标 即使取得小的成绩 也不会多多逼人 防止小人的搅局 2024年对于属属人来说 也是事业运势的关键之年 在这一年中 属人将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 需要做出明智的决策 并努力奋斗以取得成功 个人的能力和素质 将成为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属人需要不断提升 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 以增强竞争力 同时注重团队合作 与同事保持 良好的沟通和合作 共同推动事业的发展 对于属人来说 偶尔会有紫微降临 容易得到好运的眷顾 在婚姻公位 没有受到其他的干扰下 夫妻感情和婚姻方面 很少会有争执 家庭也有可能迎来新生命 对于单身的属人而言 可以积极参加社交活动 展现自己的魅力 然而在选择终身伴侣时 务必谨慎 避免同时与多人 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以免自食恶果 所有生肖的人 都会感到体内的燥气 比上个月旺盛许多 属属人本来性格好强 此时容易情绪激动 可能会伤害他人的感情 同时也容易情绪起伏不定 身心疲乏 因此调理好睡眠 成为今年的重要任务 可以适当补充一些 安神静气的药物 下半年可以考虑 进行短途旅行 多多放松 这对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第一名生肖虎属虎的人 一直以来都展现出 成熟稳重的品质 而在今天更将带来许多惊喜 只要你们肯努力 刻苦奋斗 坚持不懈 就能抓住大部分机会 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 过上理想中的日子 属虎人的经历 值得身边所有人借鉴 因为人生之路慢慢 只有通过努力 才能找到最好的出路 否则一切都将只是浮云 属虎人 在今天财富运非常不错 特别是有助路勋集心的出现 预示住财富运势丰厚 属虎人 无论是正财富 还是偏门财 都有一定的机会和机遇 对于上班族而言 他们有助生职加薪的机会 可以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回报 而对于做生意的朋友们 他们也有机会获得大订单 并与客户保持愉快的合作 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即使是刚创业的人 此时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之前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 只要继续用心经营 很快就能够回本 建议属虎的朋友们 多用心规划 相信后续的收获一定会更多 对属虎人来说 将充满乐趣和机遇 他们有机会结识新朋友 参加社交活动 扩大自己的社交圈 通过交流和表演 他们可以建立新的友谊 此外 属虎人有机会 遇到理想中的伴侣 然而 在2024年龙年 属虎人也会面临一些 不利因素 在职业发展方面 他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并保持耐心和等待 才能获得成果 他们可以发挥 自己的才智和技能 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设定目标 并更有效地完成任务 在健康方面 属虎人需要认真对待 他们的身体素质会有所提升 疲劳感减少 血液回圈改善 他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并尝试新的运动方式 如瑜伽 游泳 跑步等 以增强身体机能 同时 参与野外运动 也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 例如野外旅行 登山 和野餐等活动 总体而言 生肖牛龙 猪 羊属虎的整体运势 还是不错的 但需要后期用心维护 财富才能长久 毕竟人们也说 赚钱容易守财难 其中学问还需多多领悟 总体而言 属牛 龙 猪 羊 属虎的人 在今天都将迎来红运 财运飙升 获得丰厚的横财大奖 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 无论是哪个生肖的人 只有付出努力和智慧 才能够抓住机遇 创造财富 实现自己的梦想 因此 让我们一起努力奋斗 迎接属于我们 自己的红运和幸福吧 算命师点名 天生凤凰命的四大生肖女 一 生肖龙女 智慧与高贵的象征 生肖龙女天生 具备高贵的气质和非凡的智慧 她们聪明伶俐 洞察力强 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 迅速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在家庭中 龙女是丈夫的得力助手 和智囊团 为家庭的发展 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支持 同时 她们也是孩子们 心中的榜样和引路人 用自己的智慧和爱心 培养出 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人才 龙女的存在 让家庭充满了智慧和活力 为家族的繁荣昌盛 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生肖兔女 温柔与体贴的华身生肖兔女 以她们的温柔体贴而著称 她们心思细腻 善于倾听他人的需求 和情感变化 在家庭中 兔女是丈夫的贴心伴侣 和孩子们的慈爱母亲 她们用自己的柔情 和关怀呵护住 每一个家庭成员 让家庭充满了和谐与幸福 兔女的存在 让家庭成为了一个 真正的温馨港湾 为家人们提供了 无尽的温暖或支持 三 生肖牛女 勤劳与坚韧的代表 生肖牛女 以她们的勤劳 和坚韧而闻名 她们脚踏实地 任劳任怨 为家庭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在家庭中 牛女是丈夫的坚强后盾 和孩子们的坚实依靠 她们用自己的勤劳和坚韧 为家庭创造了 稳定的生活环境 让家人们能够安心地追求 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牛女的存在 让家庭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为家族的兴旺发达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四 生肖鸡女 勤俭与持家的典范生肖鸡女 以她们的勤俭持家而著称 她们善于理财和管理家务 让家庭财富源源不断 在家庭中 鸡女是丈夫的得力助手 和孩子们的良师益友 她们用自己的勤俭和智慧 为家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 让家人们能够享受到 幸福和满足的生活 鸡女的存在 让家庭 充满了财富和幸福 为家族的荣耀增添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